哈囉 大家好 我是達菲 今天又來跟大家分享 色彩學有趣的地方 就是最近很紅的 演喜攻略啊 大家應該都有聽說一直被套上 莫蘭迪色 莫蘭迪色這樣子 但其實 演喜攻略根本就不是莫蘭迪色好嗎 根本就不是 其實莫蘭迪呢 這個名詞他是一個畫家 那他的畫家為什麼會被叫莫蘭迪色 就是因為他的畫作一系列都是 用屬於像那樣子的色彩 所以就是給他莫蘭迪色 這樣子的概念就是 灼灼灰灰然後有點 憂鬱的顏色就感覺 方面來說好了大家看到 莫蘭迪的畫作 可以上我Google一下 如果大家看到莫蘭迪的畫作會給你 什麼樣的感覺是憂鬱的感覺 但是 如果你看到演喜攻略裡面的顏色 他會給你憂鬱的感覺嗎 還是給你華麗的感覺 是華麗的感覺吧 所以其實在顏色上面來說 他們兩個根本就是屬於不同的顏色 到底是哪個人一直說 就是 言喜攻略是莫蘭迪色呢 我也不知道 因為就是大家一直互相傳來傳去傳來傳去傳來傳去 就變成這樣 但其實完全不是 我先講一下 言喜攻略裡面的顏色好了 我現在就是總共拿了15個顏色給大家看 像這樣 完全把我臉遮住了 反正就是 言喜攻略裡面 他主要使用的是比較像這樣子的顏色 應該 有在看的人 因為我沒有在追劇啦 這樣跟大家講話好像有點累 因為我沒有在追劇 但大家就是 有在看言喜攻略的人 應該就是知道說 言喜攻略裡面的顏色 其實他們衣服的配色都很像是這樣子吧 那什麼又是莫蘭迪色呢 這一個 就是莫蘭迪色 這樣 有沒有發現兩組顏色其實差很多 是完全不同的顏色 好 那既然如此 到底為什麼會有人說 言喜攻略是莫蘭迪色呢 那是因為 他們兩個都是濁色 也就是 純色裡面加了灰色 純色裡面加了灰色變成濁濁 就是有點髒髒濁濁的顏色 所以才會有人把 言喜攻略裡面的配色跟莫蘭迪色混為一談 那言喜攻略裡面的配色 我在網路上查到有人說 它是傳統的中國配色 像莫蘭迪色的話呢 它就是屬於比較 如果我用春夏秋冬來解釋的話 其實莫蘭迪色它是比較偏向於夏天 因為它是高明度到中明度的著色 那如果是言喜攻略呢 它就是比較偏秋天 因為它是中明度到低明度的著色 而且其實大家仔細去看喔 像譬如說 我剛好手邊沒有莫蘭迪色的綠色 但是我有言喜攻略的綠色跟藍色 像這樣子的藍色綠色就會比較出現在言喜攻略裡面 但是大家覺得這些顏色會出現在莫蘭迪色裡面嗎 不會 因為莫蘭迪色的藍色是像這樣子的藍色 其實我覺得在 就以黃藍底來說好了 其實莫蘭迪色它也是比較偏帶藍底的顏色 然後言喜攻略其實是偏比較帶黃底的顏色 就以紅色來說 傳統的紅 中國裡面的紅色就是珠砂紅 那珠砂紅的話 它其實就是比較 有聽到珠這個字嗎 所以其實珠它是比較偏向帶橘色的紅色 像這樣子的 珠砂紅 但是其實莫蘭迪色裡面的紅色呢 它不是珠砂紅喔 它是有點偏紫色的紅色 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黃藍底來說的話 莫蘭迪色它會屬於比較藍底色系一點 然後 莫蘭迪色裡面的土色系 大概會長得像這樣子 這是莫蘭迪色的土色系 但言喜攻略的土色系呢 言喜攻略的土色系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 其實是完全完全不一樣底色的顏色 然後在明度方面來說 這邊就是比較偏高明度到中明度 莫蘭迪色 言喜攻略的話就是比較偏中明度到低明度 它當然言喜攻略裡面還是會有明度高的顏色 就像秋天人它一定還是會有亮色系可以穿 然後就像是夏天人它一定還是會有暗色系可以穿 不可能說夏天人我就是規定它只能穿亮色系 然後就是明度高的顏色 秋天人我就規定它只能穿明度底的顏色 其實不是但拜託大家 不要再搞混了 言喜攻略不是莫蘭迪色 不是不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要講三次 我覺得現在網路上的資訊真的是太多太爆炸了 所以有時候有一件事情 稍微有人出來丟出一個點 然後所有人就會開始瘋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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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好像這件事情變得是真的了 好其實其實我從小是從學美術的 我雖然說不是不是像大家這麼厲害的 可能知道美術的歷史或什麼 但其實我從小就是學古典藝術的 當時他們在提出這個詞的時候 我就是沒有很認真的去思考 但是我就覺得說 嗯其實這兩個我覺得好像不是一樣的顏色 但是我一直沒有去想說 莫蘭迪色到底是什麼樣的顏色 因為我只看到比如說網路上就是貼了兩幅 兩三幅那個莫蘭迪的畫作嘛 然後其他是演戲攻略的劇照 然後我想說 不是啊 這完全是不同色 你就以色調來說是不同色調 對色調的話就是包含明度跟彩度 然後就說 這兩個色調是完全不同的色調 然後再加上華蘭迪的不同 到底為什麼會被講在一起 但是我沒有真的去研究這件事情 然後直到前一陣子我看了 色彩學的同學之間大家分享了一個 有關於這個的報道 然後我就是真的仔細去看 然後我就說 對沒錯就是根本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也去上網查了一些有關於莫蘭迪的資料 然後我再去仔細看了一下 莫蘭迪的配色跟演戲攻略的配色 就是你真的可以非常非常明顯的看出 他們其實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有差異性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前幾天看節目 然後就是又看到就是某個在講彩妝的節目 然後他又在講說現在很紅的就是演戲攻略跟莫蘭迪色啊 讓人心想拜託就不是一樣的顏色 他在一直把這些不對的東西混為一談 而且其實就像我剛剛說我用春夏秋冬來分類的話 他也可以很明顯的分別出莫蘭迪色是屬於比較夏天的顏色 然後演戲攻略是屬於比較秋天的顏色 因為在以色彩色彩帶給人心靈上的應該叫什麼感覺來說 其實要展現出雍容華貴跟比較富麗堂皇一定是暖色系 比起冷色系會有富麗堂皇跟雍容華貴的感覺 然後會比較沉穩內斂的話低明度一定會比起高明度更有沉穩內斂的感覺 那竟然演戲攻略它裡面講的是一些比如說宮廷的生活 所以它一定會屬於雍容華貴 然後又很沉穩像這樣子的色調 那這樣其實它就是偏黃底色然後還有低明度 其實這樣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黃底色跟低明度它就是秋天的顏色 但是莫蘭迪呢它是營造出一種高明度的東西 而且它的物體是帶有憂鬱的氣息 所以其實憂鬱的氣息的話就是藍底色才會比較有憂鬱的氣息 所以其實它們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明顯不同差異的東西 如果你把莫蘭迪的畫作跟演戲攻略的劇照擺在一起 你真的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它們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家庭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誰把他們倆的東西說是一樣的東西 好就是每次講到就是有關於譬如說大家對於藝術上有一些誤解 然後或者是對於色彩學誤解 我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生氣 因為我自己是學藝術出來的 然後現在又學了色彩學 因為像我之前就有提到說 我以前對於色彩這個概念我都是用感覺感覺感覺 因為小時候學藝術的關係 所以就是對於色彩其實我敏銳度本來就很高 但是講不出一個科學性的理論 然後現在呢我終於就是 接觸了這個色彩學的理論之後 我終於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去解釋出這一切 會讓我對就是藝術或是色彩有誤解的人 我就會更覺得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子誤解藝術跟色彩 就會覺得很生氣 就是講到我剛剛說 因為現在資訊實在太多太複雜 然後我要再提到 像考空服員這件事情 因為網路上真的也有很多 譬如說我覺得這樣 應該可是我也怎樣怎樣怎樣 他也那樣子啊為什麼我不行 什麼之類就是 然後這種東西實在是太多太多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 他都有去全面性的觀察到所有的狀況 他可能只以他自己當下的心情 他當下的感覺 或是他當下現有的嘗試知識跟資源當中 去整合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在網路上會有一些很奇怪很奇怪的留言出現 譬如說 考空服員不要流瀏海 到底是誰說考空服員不能流瀏海 我不懂 綁髮式會比綁丸子頭好 到底誰跟你說綁髮式會比綁丸子頭好 就是各種很奇怪的東西 或者是說一定要畫大濃妝 當然你的妝越完整 你看起來整個人會更專業 是沒有錯 但是當你今天真的不會化妝的時候 你硬要把自己弄成大濃妝幹嘛呢 所以誰規定考空服員一定要畫大濃妝 也沒有啊 誰規定考空服員一定要擦紫色的眼影 沒有啊 很多人他只是因為自己當下得到那樣子的成果 所以他把他整個角色或是他做的一些準備 就是說喔 因為我做了這些準備 因為我有這樣的角色而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所有人都是這樣子 但其實完全不是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真的有任何疑問 不管是對於色彩學或是對於考空服員 真的不要在網路上道聽途說了 有問題就直接來問我 我真的是有問過我問題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是完全不吝嗇 不會留一手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正確的觀念 如果今天我真的不確定這個東西到底怎樣的話 我也是會查好資訊在跟你們說 然後我可能會說喔 你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會有什麼什麼什麼樣的效果 那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會有什麼什麼什麼樣的效果 然後我一定會針對你個人 下去幫你做屬於你自己的分析 而不是說因為A這樣做成功了 所以你要套用A的方式 或者說因為B這樣做失敗了 所以你不能用B的方式 就是這樣子其實是太狹隘了啦 就是因為現在資訊取得實在是太容易了 所以大家對於很多事情 就是會覺得說 反正大家一直瘋狂分享的東西 它就是對的 所以其實真的真的 網路上太多流傳了 為什麼大家不願意多用一點 就是嘗試或知識去判斷說 你現在真的看到的資訊是對的或是錯的 那如果你不確定它的真實性的話 為什麼網路上隨便一個人講一句話 你就可以相信它的東西是對的呢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真的啦 有任何考空服務方面的問題 色彩學問題都歡迎 歡迎大家來煩我好不好 在底下留言 或者是在粉絲團私訊給我 我都會很樂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我再說一次 莫蘭迪色不是沿喜攻略的配色 沿喜攻略是屬於中國傳統配色 大家真的不要再被混淆了好不好 好啦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就再秀一下我的色布好了 又被我弄了七八糟的 各種顏色的色布啊 然後這種 這邊各種顏色的色布 這個就是如果你要找到你的個人色彩的話 我會幫你運用的工具 就是用這些色布 然後會幫你找出適合你的個人色彩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